天气要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了 受到低压带接近的影响 现在午后雷雨还有强度好像都会增强 真的是这样吗 要来请叫气象主播宣头 所以这大低压带逐渐靠近的过程 这个台湾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跟上礼拜比起来水气会比较多 但是在这个大低压带里头 又叫做季风潮或者是台风窝 里头呢目前有很多个扰动在萧萧长长 而以欧洲的最新模式预测 在左右各有一颗有机会发展成热带低压 而且它们的几率都在80%以上 但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台风呢 以目前来看 在台湾距离比较远的这一个有可能性 但是它的几率也大概只有10%左右 而之所以距离台湾比较远的这一颗 有机会发展成台风 这其实跟这高压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带大家来看 在礼拜三的时候 这时大低压带吹的是一个西南风 而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吹的则是一个东南风 所以在这里风向符合的空间 本来就比较容易会让热带扰动 有增强的趋势 但即便它发展成台风 它对台湾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而是会往日本的东北方向来走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卫星云图 随着这低压带逐渐的靠近过程 这个也会把北边 一些比较干凉的空气带下来 所以在北部地区 温度可能会略降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但是现在毕竟是盛夏 所以这温度降 也不会降的是一大波 而是可能只降个一度到两度 高温下降了 但是低温还是一样炎热的 而在中南部地区 吹的也是西南风 所以迎风面地区还是会有阵雨 中南部地区依旧会有午后雷阵雨 而且不排除雨势会来得比较大一点 我们再来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南部地区午后雷阵雨的几率 会来得比较高 而在晚上的时候 则是吹西南风 所以南部地区时不时的 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在消长 而到了礼拜二开始 低压带逐渐的靠近 这时整个降雨的范围 会变得比较广一点 尤其午后雷阵雨的区域 甚至在整个苗栗以南 都有可能性 而在北部 因为带下来北风 所以在沿海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阵雨 但是这雨量 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大 而在西南部地区 海陆风的符合 吹的还是一个西南风 所以沿海地区 也是会有阵雨的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未来一周的趋势图 在这一周 其实大致上 都是大地压带主宰的天气形态 所以天气的变化 不会有到特别特别的剧烈 但是跟上一周比 是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到礼拜四 到礼拜日 虽然大地压带逐渐的远离 整体的水汽依旧比较偏多 山区还是容易有五后雷阵雨 迎风陵地区 也还是会有阵雨 最后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温度 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还是比较偏门热 尤其越往内陆地区 还是有机会出现 37度以上的高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